姆术 Hello 這裡是姆蘇達的西洛達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好像很常做動物啊 武器啊 或者說一些很可愛的造型對不對 但植物好像比較少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做一個很特別的植物好不好 而且呢是可以吃的喔 什麼東西呢 葡萄 一整串的葡萄 等着你来吃 这葡萄看起来结石蕾蕾 我们怎么用气球 做成结石蕾蕾的感觉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 而且葡萄 葡萄它除了叶子是绿色之外 它也有绿色的葡萄 所以你可以做绿色葡萄 你可以做紫色葡萄 还有这种 红紫色的葡萄 葡萄品种蛮多的嘛 所以我们这一次 做紫色葡萄 好不好 不过在做葡萄之前 我想先把叶子完成 叶子很简单 其实就是三个环节而已 一二三四 我大概抓个四下 然后呢 叶子不要太大 因为呢我们要跟葡萄 做一个比较适当的比例 一个小小的环节 头的部分 做一个绕圈的动作 然后把它塞中间 它就会固定了 一个环节 做三个 第二个环节 两个环节都对 来第三个 好三个环节做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摆正 OK到时候呢 葡萄就掉到这个位置了 好我们先放旁边 来接下来呢 葡萄我们要冲几下呢 一二三四 我觉得四下差不多 到时候可能会有多的 那没关系 怎么做成一个结石类的葡萄呢 简单讲是一大堆的圆球 但这一大堆圆球呢 它有一个顺序 第一个我们先从最下面开始做 我们先做三颗圆球 记得圆球要一样大哦 一颗 两颗 三颗 三颗圆球绑一起 记得转圈之后呢 头塞到中间去 它才会做一个固定 来 这就是最底下那三颗 OK 来接下我们做四颗圆球 一 二 三 四 来四颗圆球绑一起 所以呢 这样 噓 这边三颗 这边四颗 OK 好 接下来要越来越多颗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要五颗圆球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一样五颗绑一起 好 所以看得出来吗 好 来 三颗 四颗 五颗 好 但我们不能让它这么分散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四颗 这四颗塞到五颗的中间 五颗它是这样子对不对 四颗它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换个方向 把它摆 摆这样 然后呢 让五颗卡到四颗正中间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 稍微滑动一下 让它进去 来进去之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 感觉好像变成了一串了 对不对 感觉变一串了 对不对 嘿 这就是我们要结实的那感觉 好 接下来呢 我需要再把它拉到上面来 而且呢 我们再多两颗 它看起来更结实 好 所以我再多两颗 一颗 两颗 但这两颗呢 我先把它截掉 待会会比较好绑一点 所以到这里 好 拿掉 打个截 OK 好 你有没有看到 上面都是两颗 两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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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一样 把这两颗呢 也把它逗上来 逗上来的时候呢 那我要绑在哪里呢 来 这五颗 有没有看到 一二三四五 这是那五颗的那一圈 你呢 可以把它 绑在这里 或绑在这边 都可以 那因为它比较接近这里 所以我把这两颗 都上来 绑在这一个位置 绑在这一个位置 所以尾巴的部分呢 就在这个节点 绕个一圈 把它做固定 这样有没有结实类类的感觉呢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绑在 叶子上面 来这个尾巴 那时候记得留长一点 留长一点才可以绑 好 在叶子上绕个两圈 它就固定了 固定了之后呢 把剩下的气削掉 葡萄就完成咯 但重点是 两串葡萄 好像还好 对不对 让你看一下 一整串的葡萄 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这是我的学生 这样子一点串的 这样做下去 还蛮壮观的 看一下 好的 所以正所谓 树大便是美 你可以做一整串的葡萄 挂在你家 应该会蛮漂亮的哦 所以呢 今天葡萄交给你了哦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